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关于这个中国的长城汽车品牌的简史啦 所以大家觉得很有兴趣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做第二期节目 那么第二期节目我们就会讲到另外一家中国汽车品牌吉利 相信大家对于吉利都很熟悉 因为吉利现在是 Proton 的合作伙伴 那么对于这品牌的历史相信大部分人还是不熟悉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吉利 那么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先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吉利汽车的董事长是李舒福先生 那么李舒福先生之前做什么呢大家知道吗 他曾经当过摄影师 然后他有开办过这个冰箱厂 然后他也进入过这个摩托行业 但是在1995年的时候呢 他就尝试进军这个汽车公司 在当时呢他收购了一间濒临破产的汽车公司 获得了汽车生产的资质 然后他就开始研发汽车 一开始呢他们是买来两台奔驰的车款拆开研究 但是之后呢吉利的第一款车型呢 是源自于Toyota的车型 那个时候呢Toyota在中国有很多合作伙伴 那么他们生产的其中一款车子就叫做夏利 而这个吉利的第一款车子呢 其实就是参考这个夏利研发而来的 而且并且由这个一汽丰田提供他引擎生产 在1998年的时候呢 这个吉利汽车呢就推出了第一款他们自己生产的车款 吉利豪情 而那个时候呢其实距离这个吉利汽车成立仅仅过去了两年而已 所以两年从无到有就生产出一款车 你不得不说他们还是很厉害的 在这个吉利呢开始研发他们的第一款车型的时候呢 李素夫先生也意识到呢吉利需要汽车的人才 因此呢他就跟当地的政府呢合作成立了一间学校 专门来培养这一个汽车工业的人才 另外在2000年的时候呢 公司就推出了他们的第二款车型 如果以一个全新的品牌来讲呢 他们的这个起步步伐还是很快的 在这边要讲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冷知识 其实在这个吉利收购Proton 49.9%的股权之前呢 吉利本身就有兴趣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在2005年的时候呢 吉利曾经跟一家本地的公司合作 要在本地CKD这一个吉利的车款 而且呢他们也生产了一部分的右驾车型出口到马来西亚 据说这些车款甚至已经到了马来西亚的港口 也就是巴胜港啦 可是后来呢这个李素夫先生才发现到呢 其实这家跟他合作的公司呢 并没有CKD的这一个资质 也就是讲以后呢吉利的车款来到马来西亚是没有办法做CKD的 除此之外呢当时的政府也出台了一个新政策 就是呢新品牌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呢 他们可以在本地生产但是并不能在马来西亚贩售 这些内容呢在李素夫自己的书呢 就是这个李素夫的汽车密码中有提到啦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这一本书来看 那么 其实这件事情呢让李素夫先生 坚定的要进军马来西亚的决心 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呢他们会决定 奋战到最后一刻都要收购Proton 49.9%的股权 当然呢这一期的故事我们在上一期的影片看到 大家可以点击上面的小白点观看之前的故事 那么刚才讲到呢那一款生产的优驾车型 并且已经运来马来西亚的车子呢 叫做自由件 是吉利汽车呢跟韩国的大宇汽车公司合作开发的车型 从他们成立到2005年这一个自由件上市呢 其实只过去了9年时间 我觉得这个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呢 这一个自由件的引擎跟变速箱 都是吉利自己研发的 而为了加强本身的研发功力呢 在2006年的时候呢 吉利汽车公司呢就收购了 London Dexi 23%的股权 London Dexi 我现在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就是在英国的伦敦街头呢 你时常会看到的那种Dexi车款 那个就是由London Dexi所生产的 而吉利在那个时候收购了他的股权呢 其实就是为了他的技术来强化自己的车款 但是在当时呢 吉利本身也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扩张太快 当时除了吉利以外呢 他们本身都有好多的这个直品牌 但是就变成生多孩子好打架 因此就导致了这个品牌互相打架 所以导致吉利陷落的第一波的低潮啦 在2009年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的Ford集团呢 就是因为这个金融风暴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经营出现的问题 因此他们决于出售集团旗下的几个品牌 其中就包括这个Jaguar Lenovo 还有Volvo 这个时候呢吉利就开始了他们的进一步收购的步伐 他们向这个Ford 联系 表示想要买下这个Volvo的品牌 而且在当时呢 吉利买下Volvo品牌 花费真的是非常的高 据说达到了18亿美金 2009年的18亿美金 其实真的是非常高的 但是最后经过了几番的谈判 他们终于收购了这个Volvo汽车公司 而在吉利收购了Volvo汽车公司之后呢 Volvo也从原本的年销量20万到30万台 1月飞涨到现在的年销量70万台 所以Volvo可以有这个飞涨呢 其实吉利功不可没 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呢 吉利汽车呢就已经进入了世界500强的榜单中 所以可以看出呢 他们从1996年成立 到2012年这段期间呢 他们的发展步伐真的是迅速到一个程度 让我们想都想不到 在收购了Volvo汽车之后呢 吉利的研发技术有了一个飞跃的升级 他们跟这个Volvo合作呢 成立了这个中国欧洲汽车研发中心 很多熟悉的技术就是来自这个研发中心 例如讲Volvo车款采用的SPA平台 然后Volvo还有这个吉利共同使用的CMA平台 然后还有这个DryE的模组化引擎 包括了这个2.0公升4缸的DryE引擎 还有1.5公升的3缸DryE引擎 都是来自于这个研发中心 其中这个1.5三缸的引擎呢 还使用在部分的Proton车款上面呢 另外呢这个7速的14双离合器 变成长同样的也是来自这里 在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新技术 包括这个SEA平台呢 都是来自这里的 所以这个研发中心呢 真的是一流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到了这个吉利收购Proton 49.9%的股权 另外呢吉利的董事长李舒夫先生呢 以个人的名义收购了这个 Mercedes-Benz的母公司戴姆勒的9.69%股权 成为了当时Mercedes-Benz的母公司戴姆勒最大的单一股东 然后之后呢吉利也因为他们的技术积累呢 开发出了非常多的新车 像是这个Link & Code就是采用这个Volvo技术开发出来的新平台 另外还有极客啊 还有这个纯电动皮卡等等的车型啊 所以可以看出呢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呢 吉利的增长速度真的是很快 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一下的啦 那么近期吉利有什么动作呢 他们近期就跟DRP Highcom合作呢 就在这个Danjong Marlin要建设这个高科技汽车库的计划 也就是讲未来除了Proton Volvo以外呢 其余的吉利集团品牌呢 可能都会在这一个Danjong Marlin进行生产 而且他们会把这个Danjong Marlin打造成呢 集团在右驾车款的生产重地 相信未来像是这个Link Encore啊 极客啊等等车款 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以CKD的方式在马来西亚贩售 那么在吉利集团的品牌之下呢 大家最喜欢哪个品牌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浅谈这个 吉利汽车集团的这个影片啦 那么大家对这个吉利品牌有什么兴趣的话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最后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咀嚓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谢谢观看